超过成本 好 所以这个是毛利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失利 失利8 他说在249月 我们一直来解释他 国华新版社在3月15号 因为仓库失火 然后稍微的部分的书籍 好 那截至年初到3月15号 为止他的相关的资料 上个年度的 其初存货有12万 然后呢 因为他采取是定期盘分析嘛 所以他告诉你说 1月初到3月15号 我账策上面记录的进货有40万 那这也是年初到3月15号 这两个半月 我记录的消货收入有48万 然后呢 这另外有年初到3月15号 他的退回有1万 好 这是他的账策上面典体的资料 然后再来回过头来 火灾呢 火灾之后呢 仓库呢 清点 还有15000的存货 然后知道过去呢 3年的平均毛利率是20% 他问你 火灾损失多少 好 那我刚刚讲说毛利率法是 我从我的消货收入里头 得到我的消货毛利 那我的可供销售到我的消货毛利中间的差 就是我的消货成本嘛 记得吗 我们的多战事主义表 消货金额减掉消货成本得到消货毛利 那我们现在推回去而已啊 那我们那我们的消货成本 之前是不是可供销售商品金额减掉其末存货 得到消货成本 所以只是这个逻辑去运用它而已 好 就我们的其出存货 10万块吗 12万的这样子 加上本期进货 那在本期进货呢很简单 因为它只有告诉你本期进货了40万 所以它没有什么进货退回 进货折扣 进货责让或进货运退 通通没有 因为私贴商没有 好 因为如果有的话 在账户上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加起来我的可供销售52万 好 可供销售商品 好 那再来呢 可供销售 我要简单 期末存货得到消货成本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就是 不知道期末存货 因为期末烧光了 我不知道 所以我要推回去了 就是说我可供销售 跟我的消货成本中间的差 就是我的什么 期末存货 所以我要减我的消货成本 那我的消货成本怎么知道 我定期盘平次 我就是不知道我的消货成本 但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 减掉我的消货成本 我的消货成本 消货金额 我应该 对不起应该写进来电 feed very肯定 好 我的銷貨成本怎麼得到 我的銷貨進而 減掉我的銷貨毛利 就得到我的銷貨成本 那我的銷貨進而是多少 自己是不是告訴你說 我呢 兩個半月賣了48萬 那銷貨退回有1萬 所以我的銷貨進而47萬 那我的銷貨毛利是多少 47萬的20% 因為他已經告訴你 我的平均毛利率是20% 所以有94千 所以我的銷貨進而減掉我的銷貨毛利 就得到我的銷貨成本 好 所以減掉47 跟47萬差了37萬6千 好 所以我的銷貨存貨 我的存貨應該也不是期末啦 到3月15號為止 因為3月15號我燒掉了嘛 所以這邊比較精準的話 我應該叫做期末 3月15號應有的存貨 所以我的52萬減掉37萬5千 所以我有14萬4千的存貨 然後呢 我再減掉 我那個這個存貨 我災後的存貨 災後的存貨 15萬5千 所以剩下來就是我的損失啦 所以我的存貨損失多少 好 減掉15000 所以我的存貨就損失12萬9000 好 他問你 我在的存貨損失多少 12萬9000 就這樣一路下來 好 所以我這樣子用編改的方式 是告訴你說 期末存貨加本金 獲得成本得到可供銷售 那可供銷售呢 本來我們如果按照我們都暫時屬於表 是可供銷售價期末 存貨得到消貨成本嘛 那我先知道消貨成本 那我的消貨成本怎麼知道 是先從我消貨毛利 根據我估計的消貨毛利 去推算出來的 所以我消貨基盤 請到消貨毛利之後 等到消貨成本 我估計消貨成本是37萬6000 那可供銷售 跟我的消貨成本中間 就是我的什麼 應該要有的存貨 就是呢 本來我的應該存貨要有14萬4000 可是因為發生了火災 所以我搶救下來 輸只有一萬五千 所以剩下來就是我燒光了 燒掉了 所以火災損失有12萬9000 就是這樣一層一層度計算過來 好 這是毛利率吧 好 消貨毛利率吧 好 那你要特別留意 他給你的毛利率 如果告訴你說 因消貨成本得資的 計算而來的消貨毛利 你要把它推算回去喔 你要推算出消貨進而計算出來的 消貨毛利才是我用這個方式去計算的 好 所以你特別留意一下 好 那另外的 好 這是毛利率法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你只要理解多戰事損利量 我們初派裡面講的 買賣業會計裡面談的多戰事損利量 你就可以知道怎麼去推出這個 怎麼用毛利率法去推出我的存貨 因有的存貨 那另外的是零售價法 零售價法呢 基本上 好 就是 什麼叫零售價 我買進來的東西是我的成本 我要賣的價格一定不會跟我的成本一樣 要幫我賺一下 所以我一定會有一個 買進來扣掉我相關的費用 好 相關的費用就是 可能我要給那個銷售人員的佣金啊 或者是我要打廣告的廣告費啊 還有 我有一個合理的利潤 好 所以我的成本已經包括我的費用 跟我要求的合理利潤 來訂我的零售價 好 所以成本跟零售價一定會不一樣 好 這是合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從 我訂假設我的是有一個規則性的 好 我的成本呢 的加多少是我的零售價 所以我們就是這個零售價吧 好 那現在呢 我每個零售價呢 我的成本跟零售價 資金的關係不是那麼的規則 我不一定是成本加成多少百分比 好 因為我可能會看市場啊 可能看需求的情形啊 譬如說 常常都講 這個東西已經缺貨的時候 它說什麼 抬高物價 抬高物價呢就是 那也不能完全說它一定是抬高物價 好像前一陣子大概是跟油有關係 反正是什麼 反正就是沒有被爆出來說有問題的油呢 它價格就通通漲了 那通通漲的時候呢 葉子怎麼說呢 它說 我不是通通的 我不是漲醬 而是我反應成本 因為我成本上升了 有物料反缺 所以我的製造成本提高了 所以我的價格就要提高 好 現在還有一個說詞嘛 但重點不在於 我們今天不在於是探討 它講的對還是不對 因為這個成本的補充 好 告訴你說 成本跟零售價之間 不一定呈現非常規律的規則 那但是呢 我們就是假設的是 要嗎 我的 我的零售價呢 我可以有什麼 可以跟我的成本 我假設這個結合在一起 我可以有平均成本零售價法 先進先出零售價法 那平均成本 它一定是指 加權平均的成本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剛剛講說 我的零售價可以有 跟我的成本流動假設結合 它可以有先進先出零售價法 平均成本零售價法 那我現在問你的是 那我的平均成本 一定是指 加權平均成本 是嗎 謹認 是嗎 不是 為什麼不是 啊 為什麼不是 啊 為什麼不是 啊 當然喔 那我不是現在在問你嗎 所以我的平均成本 我的零售價可以 跟我的成本流動假設結合 所以我可以有平均成本 零售價法 現進先進出零售價法 那我現在問你 我的平均成本 一定是加權平均成本嗎 不是 因為沒有什麼 為什麼不是 加偉 幫助你的好朋友 我幫助啊 他有痛過嗎 有 朋友有難 他想不出來 不要告訴我 這是一個好問點 為什麼 為什麼 再說問你什麼 其實不用 其實不用 是你自己說的 我就問你們 我就問你為什麼 其實不用 那為什麼 其實要 為什麼 請問跟我們一眼 这个是什么? 加水平安 这个是什么? 在加水平安 这个是什么? 我从英文想法来 你再来 你买一个单位的 买一个单位的 加水平安 买一个单位的商品 然后呢 如果我要做他这样的 他会不会的 会对不对? 所以 正常名就是 一層一層就叫正常名 然後 要我 然後 然後 我先 我先用一個一個 sample 然後再用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一個 然後 然後 如果 我先用一個 加一顆電話 如果 這張 加一顆是 加東西 所以 先去加 然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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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是說 他有沒有叫做普通移居 完全的有道理 那一點有道理 那一點有道理 那 那一點點在哪裡 那一點點在哪裡 我問你的 好 林芳宇 你認不認同他講的 哦 不講他的 他這個問題是 什麼 加普通平均還有加普通平均 好 我的問題是 現在我的零售價法可以跟成本 比如那種假設結合 我可以成平均成本零售價法可以先進先出零售價法 那我問你平均成本零售價法的平均成本是指 加權平均嗎 不一定 那 不是的話 他還有什麼樣子的平均 你可以從我們剛剛講過的平均 這兩個名稱來講 這個加權平均一個是什麼 移動平均 請問一下 移動平均是什麼情況之下 才會產生移動平均 好 什麼情況之下需要做存貨估計 對 什麼情況之下 什麼樣的盤存制度之下會產生 我不能確定存貨 有多少 是啊 是啊 我不知道一直在講 地區盤存制才有存貨估計的需要嗎 那地區盤存制的平均只有一個加權平均啊 移動平均就沒有存貨估計的必要 因為永續盤存制 因為永續盤存制 它的平均法叫做移動平均 如果你的平均是指移動平均 就不需要估計了 因為你帳車上就可以告訴你的消貨成本有多少 存貨有多少 存貨有多少 可以嗎 好 其實只是告訴你 其實只是告訴你 勾力圈值 提醒 不再提醒你 只有定期盤存制之下 才有存貨估計的必要 因為定期盤存制之下 它的平均成本的計算叫做加權平均 所以我的平均成本 我的平均成本 它可以跟成本有這種假設配合 如果大家有聽一下 其實在我們的初環裡面有講過的 比較簡單的 好 這是我的成本 這是我的元收價 好 那我的起初存貨 它的成本是多少 好 看我本期進貨的金額有多少 所以可以我們找一個 好 拿一個例子 251頁 最簡單的 他說百家超級商店 它的存貨跟零售價的資料 其中存貨3萬 零售價5萬 本期進貨36萬2千的成本 那定的零售價是50萬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其中存貨3萬 但是我定的零售價是5萬 本期進貨的金額成本是36萬2千 然後我定的零售價是50萬 好 假設我是平均成本 好 我先算一下我的成本率 這邊39萬2千 好 這邊是55萬 好 我的平均成本的成本率 就是39萬2千 去除55萬 好 得到我的成本率 39萬2千去除55萬 好 所以是71.273 71.27好了 好 如果我是先進先出的成本率 先進先出表示我期出存貨優先賣掉 所以我期貨存貨一定是怎麼 本期買進的還沒有賣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只要算本期的成本率就好了 本期進貨36萬2千 36萬2千的定價 零售價是55萬 所以我的成本率36萬2千 就除50萬 所以是72.4 好 那我接下來算 那我到底存貨 我的請貨存貨有多少 好 所以呢 我呢 出售的銷貨 金額 這已經告訴你52萬 你把它想成我可供銷售商品 這是這個金額 那我賣掉的這個零售 賣掉的金額這麼多 就等於是說我還沒有賣掉的金額 零售價是有3萬 好 所以我的期末存貨 的零售價 但是我們的報表上面 我不會出現的是我的零售價 零售價是我賣掉的金額 我現在報表上是我還沒有賣掉的金額 所以我的入賬 報表上出現的是我的成本的金額 所以如果我的存貨是按照這個平均成本法 平均成本之下的存貨的金額 就是3萬聚成 7127 所以是21381 好 如果是先進 那個平均成本的話 21381 那如果是先進先出呢 存貨先進先出 好 所以先進先出的話呢 我是3萬去乘上點724 所以是21720 好 這個是我們的721 是我們初話裡面講過的 初話裡頭我們已經講過 我的存貨在定期判斷之下 如果要做估計的兩個方法 零售價法跟毛利率法 那零售價法當時也舉很簡單的 只有存貨跟本期進貨 這樣來 這是最簡單的 好 這是初話裡面所講的 這是課本上面示例9所講的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呢 其實零售價一定不會只發生 這麼少的事件而已啊 好 那我們要去看 如果 所以重點是在於這一塊 好 重點是在於這一塊的部分 好 其實重複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三個年度滿足 所以比較大的問題是在進貨 如果發生了進貨 折扣、折讓、會毀、進貨、運費 對 好 所以先講喔 如果我有發生進貨 好 這邊我就擦掉了 有幾個特殊的議題 我要先講一下 你才會到時候 對 我們只是演到時候呢 比較多的要探討的 就是這一塊 那計算方式一樣 完全一樣 只是在於 你怎麼決定出你的成本 哪些的交易跟你會影響你的領袖價的計算 好 如果我跟進貨有關係的提供 我發生進貨折扣 進貨折扣發生的話 會減少你進貨的成本嘛 但是我會減少這個成本的時候 我會去影響我的零售家說 那我將零售家就變多一點 我會 進貨折扣 折扣的來源是 我提前把錢付給賣房 對 我提前把錢付給供應商 所以這是我取得的所謂的利息 相對於利息 所以跟我要賣給人家有關係嗎? 沒有 所以如果我的進貨折扣發生了 它會影響我的成本 但是不會影響我的零售價 如果我發現進貨退出 買進來的東西 不是我要的 或者它有下次 我買10個進來 發現有一個是有問題的 把它退回供應商 所以我退出的時候 我的成本會減少 我的零售價也會跟著減少 我一個買進來是100塊 我要賣它110 零售價是110 所以我現在退出一個 成本少100塊 零售價少110 因為當初一個 我的定價就是110塊 所以零售價會受到零價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發生進貨運費 當我發生進貨運費的時候 就是你自己買進來的成本 雖然會影響你的成本 但是也不會影響你的零售價 好 你不會這樣的轉價 因為當初你可能最近 你的東西賣多少 就是說 這個東西呢 假設好了 我們現在呢 這個橘子現產 好 我的橘子呢 假設都是從屏東來的 好 結果屏東現在呢 因為它的 我出了這個 屏東出貨來不及 我緊急去跟台南買 那台南呢 因為那三里程 可能它比較麻煩 要說運費會貴一點 可是這個是我要趕快 直接去應付我的那個 銷售的需求嘛 所以這個運費是我的家項 可是因為我可能會跟它講說 因為這是從台南來的 所以我賣你比較貴 這種就不太能夠轉價 尤其是一種比較 普遍性的東西 所以這個運費 就變成只是會影響你的 成本 但是不會增加你的零售價 好 那這個是現在去瞭解的 再來 我的零售價是不是定了以後 都不會動呢 當然不是 我會有什麼 加價 好 現在呢 因為這個譬如說好了 像之前 夏天的時候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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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夏天呢 大家會喜歡吃西瓜的水分 然後吃菜冰冰冰涼涼的 覺得很舒服 可是如果一發生颱風的時候 西瓜一定會漲價 好 那漲價當然一則有原因是因為什麼 少了嘛 因為西瓜一泡水就不能賣了 所以東西少了 所以欸好 那桌南地的那個 不是桌南地的 都實在有那個 農夫 種這個也很辛苦 所以他地的價格 反正我可以收成一百格的 結果因為呢 這個颱風呢 對 泡了水我只能生下來 八十個人可以賣 所以我們八十個人是不是要賣到 當時候賣一百 一百格的時候價格 所以我的零售價是會墊高一點 所以零售價就會加價 他加價一次覺得 欸又發現一次颱風了 我就再加價 他加了太多了 發現欸好像現在 因為那個 這一陣子的這個 這個天氣平穩下來了 所以你的西瓜恢復正常的供應了 所以欸我這樣 加了這麼高的價格 就是我零售價加以後 反正不好賣了 或者是市場已經跌下來了 我就就加價取消 所以這個地方 都會影響的是我的零售價 好 都會影響的是我的零售價 好 那除了加價之外 好 現在都生產啊 那所以呢 我就覺得欸 我要讓我的賣 能夠跟大家有競爭 所以我就減價 零售價可以減價 減了一次不夠再減價 好 就有減價再減價 好 然後呢 欸減價太多了 好 我就減價取消 所以減價加價都是會影響你的零售價 好 所以跟你的成本沒關係 好 這樣看懂嗎 好 這個 我剛剛講說 我先寫一個整個的流程 那告訴你 接下來會有很多的變動 是在於 我在計算成本率的那一塊 會有哪些的交易情形發生 好 跟我的靈修價相關 好 再來 你也談一種損 那個損失 好 如果是非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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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